一國兩制是發揮香港所長的最好方式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機遇 比香港擁有前所未有的發展前景 向香港回歸祖國21週年 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一週年之際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主席鄧又才 接受了香港商報記者的專訪 主席來到我們香港當然是一件很隆重的樹 他關心我們 即是給了一個很大的鼓舞給我們 這個是為我們香港加油打氣 還有給了很多指導性的政策給我們 有些給了很多有利的政策給我們香港 有我壓到手 這樣就很遺憾吧 很想不過就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不過很近距離的 我月邊都是在主席海那邊的 向年視察香港的時候 習近平說 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 一是堅定不移 不會變 不動搖 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對此鄧又才表示 一國兩制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決定 能夠充分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優勢 回規之後 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從來是沒有改變過的 其實某些人來講 搞樹來講 都是屬於藝民系 都不是實質的樹 所以我們香港市民所感覺到的 其實比以前更加自由 首先一國兩制的構想來講 是非常有前瞻性和非常偉大的一個方針 如果這樣的話 就可以保留到香港的特色 繼續為了服務 做好這條橋樑的角色 這個是非常對 我們國家對香港都非常有利的一個決策 與此同時 香港的發展也都面臨挑戰和機遇 鄧又才認為 香港面臨的問題當中 住房問題首當其衝 面對這些問題 鄧又才說 發展破困局 經濟解百毒 祖國的發展 是香港發展的強大後盾 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就是香港的出路 發展破困局 經濟解百毒 講一下現在香港存在的問題 其實是生活成本 生活的高成本問題 就是樓價下高的問題 這個是一路想解決 而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個是重要的 高樓價就已經是代表了高的生活成本 是影響了生活素質 這個來講 如果是從一個社會的角度 在香港都是受影響受制約的 只有出路來講就是祖國和大灣區 現在的大灣區建設 這個是我們香港年輕人的出路 無論如何來講 他們都要解放舒想 去擁抱這個機會 無論如何 如果香港的機遇 一帶一路 不如大灣區 因為大灣區就等於我們香港的後盾 一個未來發展的基地 又可以說是後花園 都可以 那麽來講就是台灣區的國市 都有很多很好的優惠政策 給我們香港紅包 甚至乎尤其是年輕人 有很多是特別為年輕人而設的 很多來講就是包括 要創作力 是的 包括來講就是就業 創業 置業 都有這類的政策 給我們香港的年輕人發展的 那特區政府來講 就存在什麽問題呢 就是那個對接 就不夠大膽 不夠急事 不夠明朗 他承認和過去相比 現在年輕人的競爭壓力更加大 在過程經濟和創新經濟的環境下 青年人在自身的事業當中 除了要有知識和能力的基礎 還要有捱得苦的覺悟 他說現在的年輕人 不單要勤狠 還要把握機會 才可以獲得事業的成功 當時我們的機會 是比現在要多的 現在是知識社會 現在的競爭是大的 所以現在來講 我們那時是傳統經濟 現在是知識和創新經濟 知識人的創新經濟 現在所有的思想觀念不同 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首先年輕人來說 就是一個是屬於一個獨立的 首先要正確的 獨立的 誠狠的 是熬得苦的 這是最起碼的要素 要有自己的獨立性 有自己的能力 還有自己的專業知識 要建立 有生前的條件 要具備生前的條件 才可以怎樣以時俱進 以時俱進去選擇 自己的樹葉 這個樹葉 就業都是樹葉 因為時代不同 要求不同 不過是宗旨不變 就是一個奮鬥的宗旨 誠實的宗旨 奮鬥的宗旨 這是一定要的 就是如何裝備自己 這個又要的 鄧右才多年來在內地 被捐資助學 他認為內地青年人教育當中的 中國傳統文化保留得較為完整 而香港青年 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 變得有所缺失 他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加強 青年人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 增強對祖國的認同感 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中 發揮香港所長 實現自身的價值